刚才咱们已经讲过了 国际贸易 这个剥削是由投资的 在生产国家投资的资本来获得的 不是国家之间的 拿国家剥削是荒谬的 是谁生产谁剥削 所以如果国际贸易是由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办厂子 那利润归贸易跨国公司 如果是中国的资本办企业 然后把产品输出到其他国家 那个利润属于中国资产阶级 这咱们刚才分析这个太明显了 对吧 所以国际贸易不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因为毛泽东时代也有国际贸易 但是做一个国家呢 跟一个村庄 跟一个合作社不一样 国家可以实行 外援内方 就是说他对外贸易 执行的原则和国内的是不一样的 一个企业 一个合作社 他不能真正的实行 外援内方 因为他没有国家暴力 他没有完全的垄断 垄断 他没有 他没有 就说 整个经济活动 因为一个企业 一个合作社 他的生产是比较单一的 他不可能 所有的 基本上都独立自主 一个国家可以 所以贸易是一个辅助的 可以是辅助的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 他有对外贸易 这个贸易 不会 改变 不是必然的 要改变 国内的生产关系 但是 一个 一个合作社 一个企业 他因为他生产的产品 是单一的 所以他不可能 生产 所有他自己需要的东西 或者绝大部分 自己需要的东西 他必须跟其他的合作社 其他的产业 其他的 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 进行交换 这个交换 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我们下转的产品 也许是否 能够进行交换 我们下转的产品 我们下转的产品 请参加